前方请转弯 请慢一点 他们说现在啥扯 如果你不给他们说话 他们都一般是三十多岁的人 都基本上挺不浓 四五岁的人 一句话不会说 但是11岁29岁 就是特别是七八四 小孩让他们就是汉语觉得很好 问路上 能不能上二三岁几岁的话 就能交流 这一定说的挺好 他们还可以给他们父母做反应对吧 因为他们冲以后就是母语院 对 第二语院吧 那甲这边也不是 咱以为他们都是汉语 那甲这边也不需要 梦子也梦子 我满足了可以麻烦了 你还记得没病啊 这是我梦子 三一夫不会说卖鱼吧 卖上没有 什么用 卖上没有自己的鱼 有我卖鱼 卖鱼能协音能说 还有字的 卖鱼咋的感人一样 现在卖鱼却说一勺了 但是倒是他们 请朝卖鱼说的很多 请朝 现在请朝府才没提醒卖鱼 看他学贵族说 对 那的话 中国人也都学卖鱼 但是看他也就没人说 他这都不出开 倒是出开 好吧 撞人吧 他这是在村里边 开慢点 这村自己弄 不应该突然弄了吗 他说自己弄的话 他这把路给你 给你拉的好了 给你手牵了 他还没有 没有哪里 拉手牵了 有种改方的吗 这3S的 是谁的话呢 我这没人 是谁的 那他们这放的风格 都是咱那位风格 就是龙啊 你看那个蛙 是咱整个的风格 不是他们本地人风格 是咱的风格 对人家一会 我都信了 对人家 对人家看话 前方红绿登陆可执行 我还在 还在一两带的 前方进转弯 还几十年 等现在的小孩 从小介绍这个 正国的狱狱 就教育 你只要教育 不连 也就不连 慢慢慢慢 他就 他就 他就接受了 也当前道路 继续行事 一点二更